大家敬一敬 我替我们低调的魏总说两句 今天的聚会呢 第一 是为了庆祝QW1的重大进展 第二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是为了欢送我们公司的天才少年 聆听 聆听 谢谢你为润世做的一切 我承认 你确实比当初的我 优秀那么一点点 聆听 虽然你要回美国了 但是一有时间 你必须得回来看你老姐 还有你在乎的人 聆听 在美国好好学 回来之后 润世的实验室 永远留着你的位子 等你回来 我们在一起 并肩作战 我 就算了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觉得少了一个步骤吗 天哪 你们真是一对 办公室恋情也太甜了吧 这真是办公室恋情 颜值最高的一对 年轻 你听啊 太粗了 太粗了 晓晓 贝总 竟然跟晓晓在一起了 好难的 我怎么办 我 你现在怎么不知道啊 太过分了 我太甜了 太烤心了 太融化了 公司颜值最高的价格 在这儿呢 天哪 天哪 她 来 拿着 来 卿家 虽然我闺女 是 我当男孩也好 从小 我没让他穿过几天裙子 但是你知道哪个当老爸的 不希望自己的闺女 穿上洁白的婚纱 走上婚礼的殿堂 就是啊 你知道啊 我这个人好面子 我就想给他们办个体面点的婚礼 可他们啊竟然完全的不领情啊 没想到啊 我这小子说 这个结婚场地啊 找块草坪吧 主持人 证活人 找康淑 这今天来一看啊 西装 也改成休闲的了 你说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 是啊 嗯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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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